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水务集团的测算 自然家园小区每个小时的漏水量高达35吨 为此小区居民也承担了高额的供滩水费 不少小区的居民对水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存在意义 对此记者找到了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 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 自然家园小区属于一次供水和二次供水的混合用水小区 所以从供水管道进入小区的总水表开始 小区内的所有供水设施设备产权隶属全体小区业主 早在2007年 小区开发商原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方面 就向水务集团提出了绕月产权超收到户的申请 就是这个小区2007年9月份由开发商委托水务集团的话 进行绕月产权超表到户 那在2007年11月份的时候 夏文水务物业超收部门就在小区向前提一组公告 那公告的内容里面有一项就很 有一项内容就是水损供滩的计算方式 这个当时的话一定很明确 在这份2007年的公告当中 明确标明了小区内计量总表与分表之间的差额部分 以及小区内的绿化 保洁 消防等公共用水 由水务集团进行按时供滩 并与当期水费一并收取 而根据厦门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这样的供滩计算方式是符合规定的 那么水务集团是否可以跨过物业管理部门 从小区业主的账户中直接扣去这笔费用呢 7年11月的时候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陆小区上门服务 就是服务进社区 开通的话就是说为用户办理用户号 办理脚费代缩代缴 这么个方式 所以每个用户都是自己来办理的这个 所以水费和公滩水费 由水务集团直接代口 也是业主们知情的 水务集团方面表示 由于小区内可能存在一定比例的二手房交易情况 所以有部分业主对于这样的收费方式并不知情 但他们这样的收费方法也是符合相关规定 并且在我市岛内 共有300多个小区都使用了这种绕月产权 超收到户的收费方法 就此看来自然家园小区漏水严重的情况 水务集团收取高额的公滩水费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那么小区业主难道就只能自认倒霉 承担这么高的公滩水费吗 一起来听一听法律界人士的看法 福建银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介绍 就这件事而言 首先要明确的是谁有过错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水务集团在发现自然家园小区发生公滩水费 突然增高的情况之后 及时通知了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 并对后续的维修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帮助 已经尽到应有义务 所以水务集团方面不存在过错 而小区业主是在最终收取水费时 才得知小区水管发生了漏水的情况 自然也不存在过错 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善后的处理 那从本素材来说 是否提到一个日常的维护的话 这个是物业要提供一个矩阵的问题 如果它没有进到一个日常的维护问题的话 那么所产生的费用问题的话 有可能就是物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表示 作为建成交房已经十几年的小区来说 供水设施设备逐渐老化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这也正是物业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职责 如果定期对管道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更换老化部件 就不会出现这类同时爆发多个漏水点 小区整体供摊水费突然增高的情况 据此物业管理部门应该承担此次事件中的大部分损失 而就物业管理部门提出的原始施工图纸 与实际维修时存在出入的情况 同样也是物业管理部门自己的疏忽 施工图跟我们现实中的出现了不一样 但是应该他最开始要在进入住的时候 应该去确认验收 如果没有进到这个问题 他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至于说开发商交接给他 如果是跟实际的不符的问题 那这个是物业跟他自己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律师表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物业管理部门应该及时处理善后 尽快将管道维修好 而后续的赔付问题 则由小区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部门协商解决 本台记者报道 之前这个夏门市民的业余生活 更多的可能是在公园商场里度过的 这当然也很舒适放松 但真想要度过一个充实的 有收获的 尤其是能够感受到艺术熏陶的闲暇时光 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不过这两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一些大大小小的剧院陆续出现在岛内岛外 他们的大幕一次拉开 各种各样的演出音乐会等等 开始活跃在了大家的视线里 让艺术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今天的发现夏门之美 我们就带大家去这些剧院里走一走 看看他们为生活带来的艺术之美 东风日产 SUV家族 带您发现夏门之美 悠扬的乐曲 专业的演奏 陶醉的聆听 在闽南大戏院这个可容纳1459人的金色大厅内 一场90分钟的小提琴演奏会 为现场观众营造出了独有的音乐空间 自2012年投入使用以来 每年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各类剧录演出 达到100多场 平均上座率都能达到八成 不管是高雅的交响音乐会 还是充满童趣的亲子剧 亦或是老少皆宜的舞剧 话剧 都能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观演需求 我觉得这跟整个城市文化氛围的慢慢提升 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夏门市民来说 慢慢的也是在培养他们的一种观演习惯 跟消费习惯 那大家除了说在我们日常看电影 逛街这样子一个休闲活动之余 我们可以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在夜幕的另一边 极美加根剧院也即将迎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今天的这支乐队来自美国著名的剧院之乡 百老汇 虽然乐队的名字叫遥不可及 但今天厦门的音乐剧迷们 却可以在剧院里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直接感受来自千里之外的西方音乐剧 音乐剧的感染力紧紧抓着现场观众的眼球 让人仿佛置身于纽约的百老汇大街 剧院管理员杨梦霞说 三年前剧院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 很少能看到这样热闹的场面 但现在他们每周会安排三到四场演出 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多种艺术形式 平均上作率超过了80% 如果说曾经剧院是高达上的 那么今天它显然已经成为了 多数人最日常的选择 一个剧院是传播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 那对于这个周边的城市的市民来说 也是一个大家能够驻足 这个剧院能够过来欣赏到 他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些其他的 可能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剧目 对于他们生活也好 都能够有比较感触 就是我特别开心 就是有了闽南大剧院和 有了这个以后真的很开心 因为之前就很羡慕那些大城市的 北京啊上海啊 就经常可以看到很好的节目 我是住在海餐 然后集美也有了 参加剧院也有了 然后岛内的节目 就是那个剧院会更多 就特别是有一些西方的那些 像百岛会啊 还有欧洲的一些剧团过来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西方文化的 就是一种窗口 就是周末有一个更多的地方可以来 来娱乐一下吧 像厦门这种文化艺术 建设的挺好的 很多剧场 音乐会 然后也提供很多给孩子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厦门小朋友的 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第七届 我最喜爱的十家民警 评选结果正式揭晓 十名公安民警获得庶荣 另外呢 市公安局还举行了厦门会晤等 重大安保活动的表彰大会 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也受到夹奖 获得第七届 我最喜爱的十家民警称号的十位民警中 有坚守打击诈骗犯罪一线的刑警 有守护社区平安的基层派出所民警 还有解决各类执法难题的法治专家等 覆盖了刑侦 法治 社区等警种 作为全市四千多名公安民警的杰出代表 他们立足本职岗位 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既是奖项又是一份责任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荣誉和光环 我想我要以这个十家民警为新的起点 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女民警也是在这个公安的这个事业当中 不可取代的一部分 我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缩影 他们很多在自己平凡的岗位 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我这个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属于我们这个反爬团队的 从2004年以来 我最喜爱的十家民警评选活动 每两年举办一届 已经成为展示我市公安良好形象 增进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平台 另外上午市公安局举行了 厦门会晤等重大安保活动的表彰大会 本台记者报道 由于气氧等多种原因 导致一些宠物猫狗流落街头 近日在中华城举办了一场 厦门领养日的活动 为各个被救助的流浪狗寻找归宿 重新回到家庭里 在厦门领养日的活动现场 近30只流浪狗被精心打扮 等待爱心人士的领养 这些狗公们都是由 我是各个救助机构或者个人救助的 他们都有过流落街头的遭遇 甚至身体受到了伤害 饭团一只一岁多的公狗 就是今年初在环岛路被发现的 就是他当时整个脖子都被铁圈捏住了 就是之前可能带着那种铁的铁的狗链 但是他就是可能长大 或者是他咬断地跑出来 但是就整个残了 就是脖子整个都烂了 就是后面提高专的学生联系到我们 然后我们送他去治疗 你看现在都好了都很健康 这些狗公们虽然得到了救助 但最好的归宿还是回归到家庭 现场就有很多的爱狗人士 前来咨询领养事宜 因为是在外面想领养一只狗 然后可以自己做伴之类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等于帮社会出一份力了 不过活动现场并不能马上 把狗公们带回家 主办方会先留下 有意愿领养者的联系方式 事后详细了解领养人的领养条件 是否有固定住所和经济能力 是否得到家人的支持等 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冲动领养 否则二次弃养将再次对狗公们造成伤害 其实它是一个小生命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跟家人沟通清楚 就是迎接一个小生命到家里来 它除了就是可以陪你玩 其实它也要吃喝拉撒 所以要考虑清楚 不要一时冲动 就把它们带回家 本台记者报道 立冬以后进步是闽南的传统习惯 不少老厦门人都认为 入冬后多吃一点好的 更有利于强壮身体 而近日三岁的小朋友小康 就因为冬补过渡 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小康刚出生时 曾动过一次大手术 虽然已经三岁了 但个头和同龄的孩子相比 显得格外瘦弱 为了让孩子能长得更壮些 入冬后的这段时间 家长就给小康 炖各种滋补汤品 小康也来者不惧 每回都吃得饱饱的 可这段时间 小康的妈妈陈女士发现 孩子总是喊着肚子疼 而且精神也越来越差 近日 陈女士发现 小康精神恍惚 有点不大对劲 就立刻带着她 前往式儿童医院就诊 可没想到 就在小康入院时 突然发生了休克 几乎昏迷 医生立即将她 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救治 经过腹部X线检查 医生发现 小康腹部圆骨骨的 腹腔内出现了 大量的气体 我们当时就是 晚上以后急诊手术 术中发现的孩子 非常糟糕 这个胃底部有六个 像黄豆大小的 这种黑色的穿孔 就坏死 坏死以后穿孔 医生判断 造成小康胃穿孔的 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家长的过度冬补 这孩子就是说 因为发育比较瘦弱 所以家长也挺急的 就是说什么好吃的 只要吃的就胃 胃的这种 就是说胃太多的话 胃消化不了 它可能就是 在合成胀气 它就穿孔了 索性经过治疗 小康基本恢复 已经出院 医生介绍说 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 胃长时间处于保障状态 就会分泌大量胃液 破坏胃粘膜 产生胃部炎症 再加上本身 如果患有基础性疾病 非常容易产生溃疡 造成穿孔 此外 暴饮暴食 还可能引起急性胃扩张 急性胰腺炎等 消化到疾病 医生提醒说 冬季进补需要适量 特别在儿童饮食方面 更应该注意 膳食营养均衡 饮食应有规律 切勿集中大补 避免暴饮食 记者 萧欣王海洋通讯员 陈树俊报 欢迎回来 是阳晨治理考评组 在近期的走坊中发现 环岛东路武通 靠海侧有一个扎土堆长 存在突出的阳晨和污染隐患 生活评报我们来关注 这处扎土堆长 在环岛东路 东面靠海一侧 规模相当可观 大概有数万平方米 站在场外就能看到堆积如山 而且没有覆盖的扎土堆 门前道路可见严重的黄尘污染 因为下了几天雨 靠堆长一侧的路边和堆长门前 泥江遍布 进入场内 无论是通道还是空地 全是泥江 由领海一侧到路边 到处是青岛的扎土 而且完全没有覆盖 雨天泥泞 晴天阳晨的状况 可想而知 站在这一堆厂 通往环岛东路的路口上 可见明显带出的污染 考民人说 目前岛内并没有经过 审批的土头中转厂 因此可以肯定 这一堆厂是不合法的 希望这一监管漏洞 能够引起属地和相关执法部门的 足够重视 记者刘欧华报道 最近这个骗子 是频频向公司的财务人员下手 设局行骗 昨天又一名公司财务人员 上了骗子的当 被骗走了87.5万元 不过幸运的是 由于报警及时 这笔钱最终没有落入骗子的药包 邓女士是厦门一家公司的财务 昨天下午3点左右 邓女士突然在QQ上 收到公司行政人员发来的一条信息 让邓女士加入公司新建的一个QQ群 一看是公司行政发来的消息 邓女士就没有怀疑 加入QQ群后 邓女士发现 群里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公司的老总 行政主管 行政专员等另外四人 无论这个公司财务是真实的 其他都是骗子假冒的 那但是他的这个QQ头像 包括这个名称 包括甚至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位 都是一致 那可能我们这个怀疑也是 可能公司之前的这个通讯录 是有泄漏了 那被骗子所利用来实施这个诈骗 那之后就在寻聊当中 这个假冒老总的这个骗子 就是开始询问受害者 这个公司这个现在账户当中的余额 随后QQ群里的这名老总 又要求邓女士 向一名客户转账87.5万元 作为合同保证金 老总有要求邓女士立即照办 下午四点左右 邓女士通过网银 向对方账号转去了87.5万元 可没过多久 邓女士突然接到公司老总打来的电话 询问为何要转账 邓女士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急忙报警 接警后 事远反诈骗中心立即启动了 资金紧急查询指付工作机制 经过查询 警方发现 嫌疑人已经开始将87.5万元 涉案资金 向下级账号转移 我们已经发现骗子 在10分钟之前 转移到下级的涉案账户当中 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 包括银行的铸田人员 也是通力合作 仅用了这个3分钟的时间 就将这个87.5万元 是冻结在了三张涉案的银行卡当中 警方也提醒广大企业 近期 我是已发生多起 针对企业财务人员的诈骗案件 各企业务必完善 本单位的财务机制 财务人员也不要轻信 文字和语音信息 在转款前 必须电话或当面 向公司领导进行确认 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记者公家高志强报道 昨天傍晚6点半左右 在轮渡到三丘田码头的下谷 游客船班上 一名男性的老年乘客 在这个渡船行驶 到陆江海域中间的时候 突然跳海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船员以及轮渡公司的 值班人员合力将老人救起 并实施了抢救 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陆江7号渡船上的监控显示 昨天傍晚6点31分 这名老人站在渡船一层的船边 向海里左右张望了几下后 便翻越护栏跳入海中 在老人跳海时 有游客伸手想要拉住它 但并没有成功 船长告诉记者 当时渡船已经行驶到陆江海域中间 水手通过驾驶室的监控 第一时间发现了情况 船长立刻停船 并向落水老人的反方向打舵 防止螺旋桨对老人产生二次伤害 通过调整渡船位置并靠近老人后 船员向老人抛去了救生圈 但老人却拒绝救援 不配合他就有跟他喊 他有看我们一下就转到船底下 那个老人家就要轻声了 与此同时 接到救助信息的岸上值班人员 也驾驶着应急船只赶到老人落水点 实施救援 老人被发现时 已经失去了自主能力 发现落水人员已经脸部朝下 没有活动能力 马上将救起 脸色已经花黑 嘴唇花白 嘴部已经口吐排没了 上岸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 那个反向排水 还有心脏复苏的这个急救措施 然后 抢救到那个人员已经有明显的 呼吸了 那个这时候我们的120人员也感到了 做了很好地做一个无红的对接 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后 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了解 老人今年81岁 是从泉州来到厦门的 目前警方已经联系上老人的家属 老人跳海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报道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亲自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中 二氧化氮PM10 平用2.5浓度 再两级 其余 达到了优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49 空气质量为优 在印度近日公布的2017到2031年 国家野生动物行动计划中 第一次将人民视为人寿冲突管理的必要元素 并且第一次承认气候变化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来关注 印度有五大生态区 以往印度的保护政策 只关注零星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新计划则对五大生态地进行全面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区占印度国土面积的4.89% 近年来印度人寿冲突不断加剧 自2009年到2017年 共有2920人死于老虎和大象的攻击 数量较2000年攀升超过三成 除了过去冲突多发的地区外 近年因生太狼道的破碎化以及森林退化 又新增了许多新的冲突热点 该计划认为 印度人寿冲突增加的原因 在于人口增长与开发计划扩展 使得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及周遭资源 不再足以攻击野生动物 迫使它们进入人类活动范围求生 另外 该计划指出 气候变化将导致更多森林大火 昆虫和病原体大爆发 海平面上升和森林里水门系统的冲击 因此 该计划呼吁 应就气候变化对陆域和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进行长期研究 同时 各保护区应按照 气候变化脆弱指数分级管理 另外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还可以 一据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会受到PM10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广场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